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就是周末 然后下周二应该就是中秋节了 所以这周呢 我简单的用花材 搭配一个我个人认为 比较适合 中秋节 一个搭配的花材 我准备用这样的花材 这个是桌子玫瑰 叫做西西公主 这个呢 也是一种香味葵 叫做泰迪 泰迪香味葵 也叫芙蓉葵 我用这样的花材给大家简单的搭配一个 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 与中秋节用的一个 花材搭配 我先来插 唱完以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 为什么要这么配 看下 这个芙蓉葵是多头的 它会有很多那种 小的分叉 咱们在插这个花的时候 把这个小的分叉还可以剪下来 尤其这个芙蓉葵以下的这个分叉 剪掉 否则的话都不好叉了 好 咱们先用这个芙蓉葵打出一个大芯来啊 然后咱们给它再给我们去喂一下 对 谢谢 我加油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花好月圆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中秋节呢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在花财搭配的时候 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啊 花好月圆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找这种相对来讲 花形比较饱满的 开的比较大的一种花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独头玫瑰叫做苏菲宝贝啊 你把这两种花来点一下 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希希公主的花形 就比这个苏菲宝贝呢 大一些 这样的话 它可能就感觉更饱满一些 所以大家看 我用的是 希希公主 没有用这个苏菲宝贝 所以我们要找这种 花形相对比较大 比较饱满的花 这样呢 可能感觉更富贵一点 这个苏菲呢 因为它是圆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象征成月亮 就是圆圆的 团圆的意思嘛 所以说 在花材的选择上啊 就是 花形和 大概其的象征意义吧 我觉得 这两点可能会重要一些 另外呢 总的一个角度来考虑 就是说 这个 中秋节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美人 所以说呢 嗯 中国的传统颜色是什么 就是过节过年 这种传统颜色是什么 红色 或者是深一点的桃红色 还有这种金色 金黄色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不用的时候 黄色还是偏金黄色的感觉 和这种 桃红色的感觉搭配 就是比较有中国气氛的喜庆的感觉 然后这个瓶子呢 就是花气呢 我选择的是一个 应该是宝蓝色的吧 一种 很重的这种颜色 也比较有中国特色 因为你看这个 有时候 一些古建筑什么的 就这种颜色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种蓝色呢 我个人觉得也比较有中国特色 所以说 这整个的颜色搭配来讲 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符合 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日的颜色 而且用蓝色做底 第一个可以衬托出这个花来 显得这个是这个花更明显 另外一个呢 蓝色很比较重 它整体看起来平衡比较好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从花材的选择和搭配上 就是从这几个角度考虑的 大家如果觉得还不错呢 也可以试试啊 另外呢 这个呢是刚才我剪下来的 侧枝的那个小头啊 这也可以另去 不用浪费啊 就是找一种小小的瓶子啊 用这种小头 这种小头 这个小头其实会开的很好看啊 就找一种小小的瓶子啊 稍微咱们加一点装饰 比如说这个玫瑰我就不剪了 剪的就浪费了 我这有一根果子 比如说加一根红色的果实 这种啊 底下用这种小的相声盔测枝 加一些这个红色果实 或者是 这个是天不全化的果子 感觉也会很好 反正就是类似于红色或者是 陶红色啊 跟这个黄色的这个相声盔搭配 我觉得就比较有 就是说中式的吧 中国的那种传统审美的节日气氛 所以说 嗯 其实不在乎这个花大小 相声盔测枝 小的皮 小的花一样能擦出比较好看的效果 问题也不大了 好 那这种美丽花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 呃 在 中秋节的时候啊 买一些 类似的花彩做一单位啊 好 那这种美丽花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呃 祝贺啊 祝你又快乐吧 好 那这种美丽花呢 耶稣 祝责 那里 祝责 在 对